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很恭喜今晚有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现时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一个真正能够解决到问题 我们就不希望只是和大家批评一些事 或者政府机构 或者某些人对处理事物的不当 大家罵一餐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源 了解了问题的来龙去物 最后要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最后能够建议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才能这个问题真正解决 我们希望如果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最好就自己想想 我们设身处地 如果我们是那个负责人的话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好了,我们今晚会和你讨论 就是关于我们那个医疗 那个医院那个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题目大家听到 就看到也都叫做医院变成鬼门关 因为最近香港也都发生了 几宗那个抢病毒在医院里面出现的 那么今晚和我们主持这个节目 是由金泳然先生 他是一位媒体的工作者 一位关心香港的人 那也是我们香港 更好大行动协会的义务干事 那他也都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 那于是可以这么说 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包袱 那比较容易一些 用一个常理的观点 去了解事情 不要将问题复杂化 那帮助我们看出问题的本性 好,那到底最近发生的什么事情 在医院里面 首先和听众打个招呼先 各位听众好 那,最近在医院里面有个 叫做洛玉克病毒的爆发 是 那又在5至6月有 就是我引述一下 先看先吧 引述一下一些明报 那他 就是医管局的数字 就说有110人感染的 那28个是员工来的 那大多数都是在医院里面感染的 那这一个 就是 那这还有没有其他 他说有些老人员是吗 呃 这里就没有提 是 袁医生 那导致呢 那导致呢 就直接医院呢 就要有些病房 就要封锁的 那就是直接可以说你不用得 那导致到严重的经济的损失 那样 那 袁医生 我想问一下 一般人呢 对于医院呢 就有病就进医院了 那 那还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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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好的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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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復回健康 出来 那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啦 那还有 就是想着医院是很干净 下 各个戴上了手袋 呃 口罩 这样 这样 干干净净 这样 一层不染 这样 那 一般市民、一般人都會這樣理解醫院的印象 我都想問一下,為什麼反而會在醫院爆發傳染病呢? 為什麼會比在外面更差呢? 其實在表面來看,一般人在醫院的地方,有人穿白色的制服,一塵不染的病房 有很多經過消毒藥水來消毒處理 一般人都以為醫院是一個很乾淨、很安全的地方 而事實上,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實醫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哇,很危險的 你想想,什麼人在裡面呢? 多數都是一些病人,不同的病人 包括一些有傳染性疾病的病人 還有醫院裡面,那些人通常都是抵抗能力比較差 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可以這樣說 醫院是疾病的溫床 其實在外國有很多方面的數據顯示出來 其實很多人每年在醫院裡面的留院期間出現很多的意外 譬如我手上最近有一本新書 是我以前一個同學寫的,他是一位西醫 他最近跟幾個醫生朋友,有三個醫生MD、兩個PhD 看過美國大概有150多學醫學文獻的數據 把這些數據加起來 他發現,譬如在醫院裡面,每年大概有10萬6千人在住院期間 是因為藥出現的問題 藥的不良反應 不是一定配錯藥 我要說,不是一定配錯藥 只是在很多時候正當配藥之下 藥的不良反應 導致10萬6千人死 另外,當然在醫院裡面我們做很多不同的手術 在手術過程裡面,當然很多人會出現人為的失誤 導致9萬8千人死亡 還有,很多醫院的病人 很多時候因為他們的餓病在床 或者是中風、癱瘓 很多時候,他們在床裡面不太至於移動 即是經常同一個姿勢 對,慢慢地出現,我們要叫做back sore 即是皮膚出現軌爛 即是肌肉等等 這樣開始爛了 原來你知道是很厲害的 原來美國的數據看到 每年有11萬5千人 因為這種皮膚軌爛已經導致死亡 全部都在醫院裡面出現 而他們因此而花費的費用 是差不多成是550億美元 那麽多 那還有呢 好像這種這樣的病毒 那滿年在美國是大概有88萬人 是因為在醫院住院期間 是感染了這些病毒 而導致死亡 我是說死亡 那其實很多時候 入院住院的病人 第一,自己有病 第二,自己因為病的免疫能力差 那是比較上 是比一般人容易感染病的 那最常感染的病 就是尿道炎 還有就是肺炎 就是很多老人家知道 去之後,沒多久肺炎死了 那或者就是出尿道炎 或者吃多些抗生素 那還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很多人呢 是因為住院的時間呢 出現營養不良 而因此而死亡的 那營養不良的情況呢 是多到多少呢 在美國來說呢 是死了人呢 大概十萬八千八百人呢 是因為在住院期間 出現的營養不良呢 是導致死亡的 袁醫生,我這個可以回答你 在香港的醫院呢 就是據我觀察呢 就是我前一陣子 我外父啊 都有進去醫院 我進去很留意其他 那他呢 就是一個護士呢 就照顧十幾二十人的 還是那些不是輕 就是不是說行得得的的那些 那他就 都沒什麼怎麼理的 就是所以這個營養不良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會發生的 就是 就是那些照顧啊 那些都是很少的 是 那還有他們 就是雖然 就是應該來講呢 他們有很多的營養師 幫他們 就是特別的配製的食物 那應該這種情況 不應該出現的 是不是 但是很可惜你看到 啊 營養不良呢 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而從而導致啊 成十幾萬人 因此而死亡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是因為住院的時間呢 出現營養不良呢 是令到他的病情加深 住院的時間還要加長 那也都加上 然後就是經濟啊 金錢上呢 還要花費更一大筆的錢 那你看到呢 那除了我們 我們剛才所講呢 他們的統計 那還有很多呢 譬如無謂的手術 就是不應該做的事情 他們就去做了 那也都到了 三萬七千一百三十六人 因此而死亡 那因為無謂的手術的費用呢 是差不多一千二百二十億美元 那麽多的 那也都有些是跟那個 就是開刀有關啦 手術方面的問題啦 那也有成三萬二千宗的 那其中呢 亦都是花費成九十億美元 總共來講呢 是有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六人呢 是死在所謂現代醫療的手上的 那大部分呢 都是可以這樣說 是發生在醫院啦 那還有他們的數字呢 比較上呢 是通常在醫院裡面 容易統計這些數字啦 那其實他沒有說呢 在外面 就是不在醫院裡面 是其他診所啊 這些這樣的數據呢 可能更多 但是呢就是無從估計啦 嗯 那但是呢 袁醫生就想問一下呢 一般 一般市民呢 他會覺得 那這些死亡當然啦 通常都入得去 都 都是有問題的人來的啦 那死都不是很出奇的事 這樣呢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回答的 甚至這些 主流醫學界都會這樣講的 是 那但是 如果你是 即是 真是 病日高方 人都要去一去的 那大部分在香港的制度之下呢 你是 即是 如果你死在家裡 很麻煩的 是很麻煩的 那變了很多時候 那些人呢 最後那個站呢 通常要在醫院那裡的 那其實都挺麻煩的 因為呢 始終呢 我們 即是在醫院裡面 很多時候呢 你死的時候呢 家人都不在那裡 那最後你自己 孤孤單單的 這樣過去 那醫院再通知家人啦 即是這種情況都是經常的 因為醫院不可以 24小時開放給你看的嘛 那其實這個 這是一個 挺重要的問題來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將那些病人呢 一定要在醫院 才可以讓他去死呢 要不然呢 就又說 要做那些 那些解剖呀 那些解剖呀 驗屍呀 而且最少警方會 調查 是啊 即是 袁醫生啊 我又 即是 你剛才所說的那些呢 那些 那是 那是 挺顛覆性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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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香港市民 即是 一般的人都會覺得 入醫院是 有事 當然是入醫院啦 即是 即是 看不到原來 即是 如果聽完醫生你所說的那些數據呢 那是 都挺驚人的 其實香港的人呢 很明顯是 即是 不知道真相啦 即是 如果讓你知道這個真相這樣 即是 滿然死在醫院的人 是 幾十萬人的 那一般人會不會這麼輕易走進去呢 那 最近 前一陣子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發現 很多香港的那些長期病患者 是喜歡住在醫院那裏的 他們不喜歡出去的 即是 很明顯香港醫院的費用是很便宜的 有得好些 有得照顧客 有得吃 有三餐 有人幫你吃 然後床鋪 又幫你洗 萬一有事 有些護膳康 怎麼知道原來這麼嚴重的 他們不知道呢 他們是在一個鬼門裏面 在那裏 所以你看一下 即是香港人是不知道的 我其實呢 我也聽過有些這樣的說法 即是 這個是一個 醫生講給你聽的 是 他說香港有些人 因為自己要去出埠 即是 要去放假 但家裏有些老人家 那怎麼辦呢 即是 可能他沒有工人幫忙 他便會要求醫生 寫張紙 給老人家暫時住醫院一個禮拜 哦 是啊 其實你想想 很明顯 我們大多數的人 都不了解 醫院是一個 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你會感染到病 是你沒有其他地方 能夠感染到病 你都會由醫院裏面感染得到 即是 如果大家香港人知道這個事實 我相信 大家對醫院的看法 會很不同 其實醫院的全身 是以前的人 用來收留 在那些 就是那些 流宿街頭 那些流浪漢 即流浪漢 那些 無瓜可歸 而有病 當時的早期的醫院 那個設立 是照顧這一類這樣的病人 但慢慢地 慢慢地 演化到 醫院成為一個醫生 用高科技的工具 來處理病的地方 即是 如果在家裡 你能夠帶的儀器 那些方法 一定有限 也都不太方便 叫醫生在家裡 看見那個家房 來做那個 看病 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其實 醫院的出現 基本上是方便醫療人員的工作 其實對病人來說 一定是一個 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袁醫生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令我引伸到 即是我周圍身邊的朋友 很多人都有賣醫療保險 是的 不如 那些小朋友撞到頭 或者戒到手 自己有時候撞一下 就說要進醫院 那不是 那不是自己 自己 即是 講得不好聽 自己捉蟲 那不是 即是 即是 自己付錢 給自己進去鬼門關 其實 其實都 都是屬於一個 挺愚蠢的 一個行傾 即是一個很無知 很明顯 他們是不了解 因為 因為買了保險 我給了錢 是買都進去 是的 照片都很滑 這樣 大把朋友都是這樣說的 那 那他在醫院裡面 即是 有醫生 安全一點 有什麼事發生 那他可以做 即是 即是有些事可以做得到 那他不了解 很多醫療的事故 那個 交叉感染 那 那多數都在醫院發生 是很多的 那他們研究過 那最多當然 很多醫護人員 接觸病人裡面 是沒有洗手的 即是 大家都習慣了手 袁子商 他這裏 下了黑病毒 他這裏說 五至六月 當中有20 在醫院爆發的 醫院裡面感染 有110人 裡面其中有28個是醫院員工 是的 醫院員工自己 沒錯 那他發現 即是 醫務人員 沒有洗手的習慣 其中一個 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 其實很多醫療儀器 是很難消毒的 例如那些內規鏡 喉管 那些 它是一個電子的儀器 有時真的不可以徹底消毒 那麼容易 很多時候 這些感染 都是使用這些儀器之下 將這些病菌散播出去 所以袁醫生我同意你剛才所說 你就算不說那些數據 當你一說 醫院是鬼門關 跟著你再說 醫院是接收很多不同類型 或者有傳染病的病人 那你 即是一個很common sense 即是一個蜜蜂的建築物 你有這麼多 即是通常入得去 即是 自己的免疫系統 也都比較差 免疫能力又比較差 又有這麼多 即是不同類型疾病的人 混在一起 即是 這個 這個真的不容易 即是 不難理解的 即是 互相交叉傳染 是一個很危 但為什麼主流醫療 醫學 即是西醫那些 又不講這個問題的呢 其實有講的 其實這些資料 在醫學雜誌 一直都有刊 為什麼他們不講給市民聽呢 即是 你們不要入院 為什麼不講真相 為什麼經常不告訴別人呢 哈哈 那 即是 那個事實就是這樣 現代的醫療 是一個第一大的殺人兇手 那 袁醫生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那些數據 是否給我們行內人士看的 這些 很明顯 這些資料 在醫學雜誌已經登上了 但醫學雜誌 不是我們一般人看的 但醫生應該知道的 但為什麼他們不跟我們講 為什麼這些醫學家經常都是這樣呢 是不是影響到專業就不講的呢 如果你告訴別人的真相 很多人都很明顯都不會再光顧這種方法 是這麼簡單的 即是有錢問題 原來 其實 在 最早的大型報告 就是 美國醫學協會的醫學雜誌 1994年 即美國醫學會 1994年 JAMA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他那篇文章的內容 叫做Euracy Medicine 即是醫療的錯誤 這位醫生 是Dr.Lucian Leapy L-E-A-P-E 他一開始說 我們醫學醫療首要的任務 就是南丁格爾所說的 第一 不要傷害病人 First do no harm 這個France Ditinger 一直都這樣說 但他發現 在醫學上發生的事情 是完全是相反的 他看到幾個報告 其中有一個報告 是1964年的 當時有位Dr.Schimmel 他報告 他說20% 百分之二十個醫院的病人 在住院期間 會出現所謂醫生因的傷害 而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因此而死亡 他又引述另外一個報告 是1981年的 另一個報告 就說 百分之三十六的住院的病人 在住院期間 是出現醫生因 醫生感染的病 而其中百分之二十五人 是因此而死亡 那麼 主要的原因 是一半是因為藥物的反應 反應下的導致 不是一定錯 不是一定用錯藥 只不過正常藥的副作用 另外1991年的 另一個報告 是使用在百分之六十四 急性心臟病的病人 在一間醫院裏面 出現的 藥物的反效果 即是急性心臟病的病人 在一間醫院裏面 是因此藥物的反效果 是导致他出现问题 佔成百分之六十四 另外一个研究 他说在1984年 在纽约州里面 他说有百分之四的病人 是会因为在医院里面出现了 医生因的病 导致14%里面因此而死亡 袁医生 医生因的病症是什么意思 因为医生所做的事 他开药 可能断错药 或者正确的步骤 开刀的过程里面 造致的 或者他是处理你 照顾你的期间 是出现了问题 而导致你出现 你本来没有的病 而因此而有 那个比率是非常之高 他评论那三个研究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六 百分之二十 和百分之四 他认为他很有趣 他就用百分之四这个数据来估计 他说美国来说 差不多有成十八万人 每年死在医生 做出来的伤害而导致 他说这样的死亡率 就等于是每两天 有三架增保客机 墮机 问题是这样 他是用三个报告里面 最低的比率 就是四个percent 如果我们不要用最低 我用平均的数字 比如三十六个percent 二十个percent 四个percent 我用平均的数字 用十四个percent 用这个数字估计 是每年有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五百七十六人 因此而死亡 就是等于每一天 有多个十架增保客机 墮机 就是你看一下 这个问题 是个严重的程度 去到哪里 当时那份文献 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报告 他说 很多时候 当我们做那个解剖疫验尸的时候 发现35%到40%的病因 是被一个错的判断导致 他就说 他说在一个急症治疗的单位里面 报告 他说平均每一个病人 每一天里面 发生的错处 是大概有1.4个做错事的 而百分之二十五这种错事 因为这种犯错 是导致病人严重受伤 或者因此而死亡的 他说原来在平均在深切治疗部里面的病人 平均大概每天有178宗的活动 一天里面 如果其中178宗的活动里面有1.7是错处的时候 他说大概那个错误率是1% 我们这样看这个数字 1%好像不是那么多 只有1%而已 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个数据 是使用在其他的航业里面 那比如在航空业里面 我们不要说1% 我们只是说0.1% 就是千分之一的错误 那就是说每一天 在伦敦O'Hara Airport 是有两架机 降落的时候 是有出现危险的 不安全地降落的 如果我用这个数据 是使用在美国的邮政局里面 那就是说每一天里面 每一个钟头 大概有1万6千的邮件是不见了的 就是如果这样的比率 如果我用在银行里面 那就是说在每一个钟头里面 有3万2千宗的银行的支票 是过户是过户错了的 那我们只是说0.1%而已 那就是1% 那我们只是说1% 那其实说这些这样的比率 是很多的工业很多的行业 是简直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袁医生 就是听了你说这些数据之后 我觉得很困扰 就是很困扰 那 有病去看医生 入医院 就是无非都是想 就是好一点而已 那现在 真相就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 那好了 但是还叫我们建更多一些医院 就是他们处理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就是人口嘛 人口老化 或者又成这样 要建更多一些医院 那就是多一些人死 但是又花这么多钱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就是很明显 就是那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现时所所所采用的 就是独孤一美的西方的医疗的手法呢 其实呢 它带来人类的的坏处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坏处多个好处的 那这些资料呢 就是不是我们作出来的 在医学雜誌已经是 无数次呢 就是刊登出来的 那我说回刚才那里 就是为何会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现时的所谓那个 reporting system 就是那个医疗事故的报告那方面呢 其实呢 是做得很差的 可以这么说呢 根本呢 是大部分的医疗事故呢 是没有被报道出来的 那为何有这个情况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 现时的医疗文化里面呢 他们觉得是医生呢 是差不多好像神那样 就是不可以犯错的 那如果他真的遇到犯错 或者有些问题呢 他通常是觉得 就是他们觉得是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内疚 自己的问题的责任呢 他是大家都尽量不去说的 那由于这种的文化呢 令到很多这种的事故呢 是没有办法正视和纠正 因为大家都不想说 不想出声 那因为我们都认为呢 医生是不可以犯错的 医生好像半神那样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其实真真正正呢 这个问题呢 是远远不止我们 我们刚才所报道出来的 因为刚才所说的数据呢 医学杂志是根据 真正发生了的报道里面呢 的统计数字来的 而根本呢 是大部分这些这样的事故呢 是根本是从来呢 是都没有说过出来的 那我同意袁医生你说的 譬如假设一个老人家 入到医院 譬如他 有点点哄咬 那样 但入到可能 吹了肺炎 那就死了 那他就当肺炎了 那就没有了 他就不当那些是 是 是因为这样而 就是 就是传染了那些 他就不当得个案子了 就当肺炎死了 就情报了 就是这样而已 是的 他都认为是 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死亡 那我给回另外一个 就是在英国的资料给你看 就是我 啊 不如袁医生 不如我们休息 一会儿回来再讲好吗 好的 好的 一会儿回来再讲好吗 好的 好的 一会儿回来再讲好吗 好的 好的 一会儿回来再讲好吗 好的 好 又回到来香港出路这个节目 今晚有啊 袁医生 袁大明医生在这儿 还有我 金永賢 在这里呼吁一下先 如果有些 听众 就是 有些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比如自己亲身的经历 或者有些什么问题的 关于 就是医疗啊 那些问题的 那都可以 传个ICQ 或者打个电话进来 在这里先说一下 那么ICQ呢 那个Number就是 308-084-705 电话呢 就2385-4492 那么欢迎听众 打来和我们一起 分享一下 一些 看法 或者一些经验 好 又回到来 袁医生 刚才你 讲开那些 其实呢 我们虽然看到这个数字 那么可怕 那其实呢 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问题 是远远不止我们所 所筹签的数字显示的 那譬如呢 其中有一个报告 在英国的 那是一个苦产科的单位里面 有两个苦产科的单位里面 一个研究呢 它说呢 只是四分之一的医疗 那些所谓不良的事故呢 是有报告的 就是有被报告出来的 那当然呢 为什么这么少呢 那个理由都很简单 第一 它要保护员工 那也都要保障 他医院的单位的声誉 如果这么多问题出现 那也都当然 也都怕别人报复 譬如呢 就是被别人的法律的诉讼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呢 只是1.5% 这些这样的事故呢 是真真正正的 会有报告写出来的 就是100宗里面呢 是1.5宗呢 是真是 结果有份报告走出来的 那只是有 百分之六的 这些这样的 弱物的 不良弱物的作用呢 是被人 就是正确地找到出来的 就是你查姓所说 它根本很多时候呢 啊 哦 这个是肺炎 那其实那个病 可能是因为弱的副作用呢 他们根本是看不出的 那真真正正 就是准确地找得到呢 是6%的 其实原医生 其实这些 这些问题呢 其实是 一些专业 就是很多其他 就算其他的专业团体一些 一些通病来的 都算是 就是 大致 就是把一些不好的東西收藏 這是人之常情 但這牽涉到人命 沒錯 市民這麼信任一個專業 將他的健康、生命交託給他手上 但正如剛才列舉的一些事實和數據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的 譬如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大部分最常見都是藥物的副作用 起碼一半以上 其中有一個《新英靈醫學》雜誌有一個報告 他說四個病人裡面有一個 都是因為會遇到這些藥物的不良效果 做出來的傷害 這個報告是根據大概33.4億的開放 配方 在2002年那段時間 有四個 起碼有一個 而最常見的副作用 就是一些和血清素的SSRI這一類的 通常用來處理情緒低的病 還有一些是非類固醇型的關節消炎藥 還有一些是心臟病藥 這類是酵性緒低的 這類病的副作用是比較重的 大家都知道 今時今日我們很多小朋友 過度匯藥的小朋友 我們很輕易就用一些 Ritalin 這些藥 處理過度匯藥 他發現很多這些小朋友 如果年紀輕的時候 復用這些藥物之後 他長大後很容易變成癮君子 就是喝酒 或者用那些所謂的recreational drug 這些方面 是很容易出現的 很多這些問題 是很小時候 就已經養成這樣的習慣 其實袁醫生 其實醫院 都幾大部份 是小朋友進去 經常進去的地方 在香港 我認識很多朋友 有些人因為發高燒 發燒 喜歡鹽 經常進去做手術 這麼小時候 我都不見得 有些小朋友 經常生病的 所以這個 都是一個 都幾嚴重的問題 但是袁醫生 以你的意見 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就止塵了 怕就有犯了 那怎樣呢 一般市民就是 那怎樣呢 我有病不去醫院嗎 其實呢 這個地球上 人類歷史上 是很多種醫療方法存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 地球上百分之八十的人 所用的醫療方法 都是一種傳統的醫療方法 比如中草藥 西草藥 西藏的醫療方法 印度藥 其實呢 大部份地球上的人類 其實不是用我們香港人熟悉的所謂西醫的西藥 即是對抗性的醫療 對抗性的醫療 而對抗性的西藥呢 其實是佔全球的第二大位 即是最多人用是第二的 而第三多人用呢 是一種叫同類療法 那同類療法呢 大概有八十幾個國家 有同類療法醫生在 即是根本呢 我們的醫療方法其實很多很多 那麼我們的採用的方法呢 即是個手法呢 即是喘責性 什麼情況之下 用什麼的工具最好 那我或者再講一下 其實在這麼多醫療的問題裏面 其中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就是我們抗生素的濫用 是吧 剛才你所講的 很多人喜歡醫癌 然後又去醫院裏面 有一點點喉嚨發炎 那通常去醫院裏面 大部份的醫生 香港醫生 習慣上都是給抗生素的 原意上 你一講抗生素這個濫用 令我即時記起 在幾個月前 即是禽流感那些人又說 爆又成那些人 明珠台做過一個節目 是BBC的 是 那是講 即是醫院那些細菌 即是挺厲害的 是 他整個過程講的就是 即是 醫院是 培育超級病菌和病毒的 最好的地方來的 最好的地方 居然 居然會是這樣 即是 即是嚇死人的 即是 不怕你 什麼消毒藥水 直接在消毒藥水裡面 都可以生存到 是的 反而在外面那些 沒有那麼厲害 即是很明顯 為什麼這個現象會出現呢 就是我們過去 過去五十年來 我們那個抗生素濫用的程度 是很嚴重的 譬如 過去 只是在美國來講 每年用在抗生素 大概是有成三千萬磅的抗生素 而其中呢 二十五 二千五百萬磅 是用在 動物那方面的 你以前也提過一下 是的 而主要呢 是 二千三百萬磅 是用在 所謂預防動物患病 不是的 真的有病的時候用的 是有 就是下了它的治療 是的 下了治療 還有呢 它運輸的過程裡面 就是很惡劣的運輸環境 那它就很容易生病 那它就給它吃點抗生素 那還有呢 亦都有一種 催生的荷爾蒙作用 那 我們剛才講 三千萬磅的抗生素裡面 只是有二百萬磅 是用在 真真正正的動物 病的時候 來作為醫治的 那很明顯 這些這樣的抗生素 不斷地來濫溶 是導致在我們的食物裡面 是很多 這類的抗生素 還有 我們那個水 就是那個 河流裡面的那個水質 我們都是有很多 這類的抗生素 那這些抗生素 是 令到我們在那個自然界 是出現很多的 超級的 抗生素的細菌 譬如像那個沙門時菌 可以這樣說 百分之二十的肉 即是那些我們叫做衰肉裡面 那些免戰肉裡面 我們都可以發現到 是有這些沙門時菌的 而這些這樣的沙門時菌 可以說 百分之八十四 是對一些過去能夠處理沙門時菌的抗生素 是有抗衡的作用的 即是說 百分之八十四都已經能夠抵受到以前有效的抗生素 你可以看到 還有很多時候 沙門時那些病 是很多時候發生在那些動物 有病的動物的食物裡面有的 每年大概有一百四十萬宗 是這些這樣的沙門時菌的個案 那我們怎樣處理它呢 我們目前的方法呢 就用那些輻射的方法 知道嗎 再加一層來去殺菌 殺了這些這樣的沙門時菌 那其實它沒有想到呢 其實整個源頭呢 都是因為我們的抗生素的濫用 那還有一個研究發現呢 百分之二十的那些雞禽裡面呢 都有這種一種感染了 叫做Cambylobacter jejunum 這種這樣的細菌 那這些這樣的雞裡面的這些感染的細菌呢 是每年呢 美國是導致二百四十萬宗的人呢 因此而病倒的 那在丹麥呢 在歐洲國家呢 曾經呢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問題 那就禁止呢 濫用抗生素 用在作為動物的催生作用的 那一九九九年呢 是丹麥呢 開始禁用這些這樣的抗生素的 而導致抗生素的用量呢 由四十五萬三千二百磅呢 是減到一十九萬五千八百磅的 在一年裡面 而沒有因此呢 導致我們那個 那個所謂經營成本呢 是增加了的 那還有呢 在Scandinavian那裡 那裡呢 也都是有 就是用同樣的方法呢 就是因為政府禁用這些這樣的 抗生素的濫用呢 就是把抗生素呢 是減低了 但是呢 那個動物呢 沒有因此呢 那個問題呢 就是出現 令到它的那個經營成本 是大大增加的 袁醫生啊 我又想講一下 就是 這個屬於 南用藥物的問題 那我想講一下這個問題呢 你知不知道 前兩天呢 前兩天呢 有一宗 倫常慘案 在天水圍呢 有三個女性呢 是自殺的 那是 原來他們都是 有兩個呢 是精神病患者來的 是 那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就是三個一起自殺 集體自殺的 嗯 那你就 那你知道 一搞到這件事 社會有時候 有很多人 大視頻的 政府不做事 那樣 那要 那問問一些專家 那 原來我們的精神科醫生呢 就全香港都不夠一百個 那就要 還有呢 我們的醫療 就是醫療資源不夠 就是 最好又要撥多些 要建多些醫院 撥多些 訓練多些醫生 那來應付 那些精神病患者增加 這樣 現在增加得很厲害 是 那你這件事是怎樣看呢 其實呢 我也想知道 那這三位 那iquia 或者有情緒問題的 女士 那些在服服什麼藥物 很明顯 那些藥物 她是在吃的 那有沒有說是吃什麼藥 那新聞又沒有說 沒有提出 那 其實呢 我也可以稍微 待他們去再答一下 那又說呢 通常呢 如果有問題出現呢 因為他們在吃的藥是舊藥 新藥是不會的 是舊藥 其實這個問題在外國已經出現過很多宗 其實在1994年有一個官司 而這個官司的藥廠是一種藥叫Prosan 香港很多人用的 這種的血清素的藥 處理血清素的藥 本來的原意是用來處理很多情緒低落的問題 但是結果被發現 這藥是有一個很常見的副作用 就說服用的人很多時候會出現自殺的傾向 那不是同一個原意 是了 相違反 其實這個問題藥廠是早已知道的 其實他沒有把這個數據拿出來的 所以在1994年有宗官司 這宗官司當時有一個人 叫他長期的情緒低落 就服飾這些Prosan藥 在一個月服飾這些藥之後 一個月他就自己自殺 就是拿槍殺自己 但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他在自殺之前 他就殺了8個人 傷了12個人 好有趣的 這種這樣的行為 在藥廠是有一種叫做 他有一種美化的字眼 叫做Activation Activation的意思是一種遠轉的說法 其實是情緒激昂 恐慌 那個Mania 即發電那種 或者是那些侵略性的行為 其實這些行為 在藥廠的字句裡面 就叫做Activation 即是叫做活化它這些行為 發現在他的報告裡面 百分之三十八的人 服飾這些抗抑鬱藥 是出現這些問題的 即是他會焦慮 有侵略性的行為 有狂妄出現 恐慌 而比較 如果服飾安慰藥 是只有百分之十九的 即是很明顯 其實藥廠本身都有這方面的數據 是證實這些血清促進素 這種Process這種藥 其中一個嚴重的副作用 就是會導致人家有自殺的傾向 這個藥廠最後被迫公佈 原來發現在1990年 當時Eli Lilly這個藥廠製造Process的藥廠 其實已經有這方面的數據 其實他當時發現 有成服用的病人裡面 有九十七宗的個案是自殺的 那他九十七宗個案自殺案 他只是有七十六宗 是沒有報導出來的 即是說 這個被人發現了之後 這個官司就出現了 對不起 袁醫生 我想要更正剛才的說法 即是說 你剛才問我 有三位自殺的死者 有多少位是精神病難 對不起 原來是三位 三位都是啊 是的 因為他社署證實是護主 即是在那個單位上 即是那個單位自殺的那個護主 即是那個護主 那他本身是一個長期精神病患者 另外那兩個都是精神病患者 那個是很長期的 即是一定有吃藥 在吃這些 那如果他是食於這些血清促進素 這種藥物 即是牌子就是Process 或者Zorlof 或者Paxil Ephazor 這些類的 即是這種血清促進素 這種藥物 其實它的副作用 就是會導致這些服食藥的病人 是會自殺的 即是袁醫生 你所說的這些藥 都是屬於好新的了 去認為 是的 這是用了多幾 都1990年開始 他研究了 大概1997年 哦 這樣好新啊 這些全部都是 即是很多人用的 很多人用的時候 以為很好 當然有些人覺得很好 但是其實 它的副作用 就是自殺 就是原意上 如果 如果 就是 用回主流醫療 他們所說的那些 即是說 如果是舊藥 就更嚴重了 其實呢 很多所謂新藥舊藥 其實是差不多的 有時都是改一下名字 其實改一下名字 又當新藥 或者將它一個 即是它某一個成份 去改一改 就當作是一種新藥 其實美國現在是一個 很大的官司 圍繞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官司 就是藥廠 就出了一種新藥 那麼它的新藥 它的意思是 就是這隻藥 是比舊藥 是好很多的 那麼 於是 但是呢 就貴很多的 那麼結果被發現 它是 它是誤導那些人的 因為發現 它比較這隻新藥 它的新藥 和舊藥 唯一的分別 它的新藥 它的用量 是用兩倍的份量 那麼現在舊藥 是用一份的份量 那麼譬如 好像用20mg 這樣一天 那麼而新藥 的份量 是差不多用了40 那麼結果當然 研究的結果發現出來 那麼那個 它就說 新藥的效果 是遠比舊藥好 但是結果 是完全不是這回事 只不過呢 它用那個藥的份量 是不同了的 那麼 現在在美國 有一個很大型的官司 是勞工協會的 AFF LCIO 這個一個 即是美國的 差不多有成 有成 1350萬的 美國工人的 一個協會 在告一個藥廠 就說它 誤導那些人 叫人買一隻 灰色的藥 這叫做Nexium 我記得我有些病人 都在用的 那是對那些 即是黑薑的 消化不良 那些 那些 心灼烈 這種這樣的症狀 那麼結果被發現 這個新藥 跟舊藥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那麼很多時候 藥廠就會出現 用這種手法的 當那個舊藥 那個 那個 PATEN 那個 版權 就快夠期了 那麼它於是乎 它就立刻 做一種 做一種新藥 其實新藥 改了名字 不是改名字 它一個 monicule裡面 一個分子 它就這樣改一改 改一改 又注冊新藥 那它就當了新藥 代替了舊藥 然後又賣貴多幾倍 不是說舊藥是沒有效 只不過呢 舊藥的版權時間是足夠的 我同意你說的 袁議長 很多時候新藥經常說 我們呢 我們 就是 主流醫學界很有趣的 我發覺他們都應該要看看精神科好一點 袁議長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經常 今天迫我推翻 再日迫我 是 是 就是說呢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又有新藥了 很好啊 但是呢 不提前那些失敗的那些 通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這些情況 多數是當舊藥的期限夠了 那個版權就快夠時間了 那麼它就推薦新藥 那麼它就開始呢 就做一些醫學的報告 因為我參加的 都挺多的 那麼通常呢 就比較一個新藥比一個舊藥好 嗯 那麼 其實主要那個舊藥就快 就快沒有得 就是 就快夠期了 時間夠了 就是沒有專利了 專利過了 袁醫生我的意思是 除了這些藥物之外呢 還有做手術啊 就說 啊 我們現在有新的手術了 是啊 對如好像這幾天呢 就是我就 我就 詳細內容我就 沒有看 但是我看了標題 它說 我也想問袁醫生 醫學界呢 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叫做 急性的搶導手術 是 原來那個死亡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做了這個手術 是 他們都說 高度都 即是要急謀對策 就是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高 是 是 它經常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譬如以前死的 即是一做 差不多八成死在 八九成死在 死在手術桌的那些 就不提的了 接著又說有新的東西 啊 我們又有好的 譬如微創手術啊 這樣 又說 哎 傷口細 那以前切得大的那些 就不計的 那其實最近呢 我們很多過去的 就是代替那些大型的手術 那些微創手術啊 結果最後發現了 發現的問題更多的 那譬如我們有一段時間呢 就用那個 用那些 規管的手術 就是那些膝蓋 處理膝蓋 那它不是打開 不可以切開膝蓋的衣 那用一個洞子去看來做呢 那最後的發現呢 如果你做這些手術呢 你刺個洞子什麼都不做呢 那個效果是一樣的 那有一段時間呢 我們發現呢 就是那個開那個膝蓋的手術呢 那個傷痕是很大的 那結果一後來呢 就就就就開始用那種 用那個三個洞子來看 微創 微創的手術去做 那結果發現呢 那個後遺症更嚴重 那所以呢 最後都放棄了 就是很多這些這樣的方法呢 是備用了一段時間 咦 袁醫生 但是他們現在 一直在推揚啊 在香港 那你可以看到 最終最終的結果是怎樣呢 有了 幾重複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的 人類的 那其實為什麼藥物 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出現呢 那一般人都在想 那些藥物是不是經過 很嚴格的審核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不是說 那麼容易出一隻藥的嘛 那要做很多方面的研究 很多的報告的嘛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的 第一 通常這些藥物呢 是做那個 就是看它安不安全的藥物呢 通常是用什麼人去試呢 用一些比較健康的人去試的 那這些健康的人呢 試藥呢 通常是試過一隻藥的而已 是不是 所以呢 在那段時間呢 往往覺得它是 對這幫健康的人呢 是沒有什麼不良的作副作用的 但是呢 當藥物呢 是用在 用在 應用在病人身上的時候呢 那呢 那就可以看到呢 就 那個問題呢 就是不是 不是那個 那些病人呢 就不是健康的人了 那而病人呢 是往往呢 是吃很多種的不同的藥的 那結果呢 是導致呢 是很多的病人呢 是用這些藥呢 結果是發現很多問題的 那譬如在1976年 到1985年那段時間呢 美國FDA呢 是 就是 Approve了一下 198種藥的 而結果102種藥呢 是要被 就是要拉走的 那因為呢 是初初呢 你是根本發不到這些副作用 是用了一段時間呢 才知道那個真正的副作用的 袁醫生呀 有位Flying Dragon哦 他在節目尾聲 我們想問一下兩位哦 伊愛滋病的療化 即是雞尾酒那種呢 它的藥呢 什麼時候到了版權的期限 因為這堆藥呢 可以治療到愛滋病人 其實呢 目前的所謂那個 那個 那個 愛滋病的那個雞尾酒的治療 一般的藥物呢 通常是二十年左右的 二十年左右的 那通常呢 它的藥廠一發現了 有全質的藥物 那它要立刻申請 跟著就要花時間去研究 整個過程裡面呢 往往用到十年、十五年 那到它真真正正可以 即是成功推了出來的時候呢 只是有五年的時間去推銷的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時候呢 這個問題呢 即是很多藥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未經很嚴格 來到 即是審查過呢 就出現了了 那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醫到愛滋病病人 其實呢 現時的所謂 雞尾酒的愛滋病的藥物呢 是 只是能夠 將那個病情呢 是拖慢一點 但是長遠來說呢 它是沒有辦法跟著的 其實醫治愛滋病的方法呢 是很多的 還有我們將來有機會呢 我們都可以 或者可以說一說 介紹給大家 在這方面 好了 那今晚的時間呢 就很快又過了 那我們 下次我們會繼續討論 香港的 面對的問題 那 我們希望呢 如果你能夠自己感覺到 你有些想頭 可以想到香港 有些甚麼解決方案呢 希望你跟我們聯絡 或者介紹你認識的人 跟我們聯絡 我們希望呢 邀請 有這方面的 獨特的意見 有能夠解決問題的朋友呢 跟我們一起在電台討論 那其實我們下一次呢 我就會 我邀請了 詩子山學會兩位幹事 那其中有一位叫孫柏文 那她是詩子山學會的研究總監 那還有李兆富 那我們會討論呢 是香港的 最近呢 一個熱門話題 就是那個 那個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 前幾天 政府出了 政府出了 反壟斷法 那其實我們會同時呢 也都討論呢 另外一個呢 就是香港已經現有的法例 就是那個 那個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那 就是 這個問題 就是這兩種條例呢 背後的真相是怎樣呢 很好聽 那名字很好聽 那名字是很好聽的 那我們下個星期呢 希望在這裏再和大家 但如果大家看真一點呢 就 絕對不是好聽 OK 好啦 那我們今晚要和大家說聲 拜拜啦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有那一陣子 我叫你 那你 那我叫他